请的老人告诉民警,5岁的孙子在小区院子里玩耍的时候,住在一楼的一名中年男子黄某,忽然从家中出来,起手就在孩子的胸脯和头上,各盼了一巴掌,导致孩子鼻腔血流不止。 处境民警感到黄某家时,黄某依然情绪激动,民警一方面劝其冷静,一方面行为了事情的原因。 原来黄某的妻子常年生病在家,当天孩子玩耍的吵闹声打扰了病人的休息,黄某心声怒气, 于是对孩子和老人实施殴打。好在经医院检查,老人和孩子只是受了一些皮外伤并无大碍,然而黄某却要为自己的一时冲动受到惩罚。 青海京市为您报道。